你能相信它是全球最高大的蔬菜吗 可以说是蔬菜界的劳士莱斯 就是这树里面的属性 要记它一般要把外面这层中先剥掉 把前零九七年基钱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以前都不舍得起 主要卖外面这一层中 它主要可以拿来做中店 忠孝就等 你知道它还可以拿来做哪些产品吗 现在主要是不怎么基钱了 基本没人要 像我们家也砍了很多 把地腾出来中药产 下面比较白的部分就可以直接拿来生鸡 脆嫩甘点和解细腻 一般人都能接受和记住这种味道 很多人会说不 这个季节气搭就不会了 下面部分不建议生鸡带骨味 可以包当两半炒 常见的就是炒腊肉 吃起来比冬筍口感更好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野菜 它也是以外新准比较靠谱的美食 它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还有氨基酸 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钙铁和植物蛋白等 野外实在没有食物 都可以依靠它成几天 你会吃这样的食物吗